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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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持稳定的费用 超过了军费 那今天 唯有独裁的体制才会出现 维稳 维稳是要用钱的 大家看到在广东 在乌坎这件事情出来之后 善委的书记 明确说 你以为我请武警 不要钱吗 我请武警要给钱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武警相当于 利比亚卡扎费当时的雇佣军 他用钱 把武警买来 镇压维稳当地的社会 镇压咱普通的老百姓 独裁的体制之下 维稳费超过军费 就是在党的 维护统治的这些 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的 官员的眼睛里 老百姓给他带来的威胁 远远超过于 美国的太平洋舰队 第七舰队 第六舰队 那样的航空母舰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威胁 所以这就是从 另外一个角度 我们看出来 今天中共的体制 谁利用这个体制 获取自己利益的时候 你就是跟老百姓对着干了 老百姓始终是 这个体制的敌人 BBC有篇报道 这么说的 英国媒体说 北京在政权转换前 力求稳定 上期节目当中我提到 中国共产党的党旗的 为什么是红的 有鲜血 它挂着镰刀和斧头 那个镰刀斧头 既砍咱老百姓的脑袋 又砸党内 另外其他势力的当权者的头 也就是说 共产党之间相互的侵占 相互的杀戮 所以中国共产党的党旗 是镰刀和斧头 就是砍脑袋了 实际呢 这是一篇翻译的文章 原文是登在国际先驱论坛报 当时这篇文章的题目叫做 中国力求在政权转换的 风口浪尖上保持稳定 这就谈到中共当局 在十八大召开之前 暂缓解决国内 日益严重的社会矛盾的 这种努力 这种努力是没有办法的 今天在中国的社会当中 大批的老百姓在过年的时候 在买过年的菜的时候 他要算计 而极小撮的一拨人 今天是中国社会当中最有钱的人 他们去买国际上 世界上著名的豪华的品牌 奢侈的品牌 当买这些奢侈品的时候 他毫不犹豫 买了一个 买了两个 买了三个 买了一大堆包 他买包的那个镜头 比咱老百姓买手指那个镜头 还厉害 老百姓买手指的时候还想 手指是不是打折呢 或者这一卷是不是够粗够长啊 他不 他买那个 LV包的时候 这个我喜欢买了 那个我也喜欢 也买了 买回之后扔哪了 不知道 这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现在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的冲突的 很关键的直接的表现 这篇文章上来提到 保持经济强劲增长 固然是中共当局的主要的目标 但对中国经济有着长期关键影响的一些措施 却因为可能带来高的失业率 通货膨胀等导致社会和政治上的不安的因素 和不稳定的结果 而不大可能在目前实施 也就是说 他不敢往下动 而今天的一切就想靠钱来稳住 今天在中国的社会当中 其实他认为钱是万能的 你说是不是呢 其实中共当局本身自己意识到 这是有问题的 如果这没问题的话 胡锦涛不会提出来 要防御 要抵制西方文化 西方的精神的一面的东西 对中国大陆的侵扰 他已经知道用钱想买掉一切是不可能的 其实大家都明白这个道理 但是当他握有权力的时候 当他为自己捞钱的时候 他只能孤注一掷 他没招 文章讲说 无论国内国外 分析人士都认为 中共当局压倒一切的任务 就是要维护国内的稳定 为此甚至不惜 暂停或者推迟执行 去年定下的第十二个五年计划中的一些重要的行动目标 这个就很简单了 为什么要暂停 为什么要停下 是因为今天的社会动荡太大了 今天暗含的力量太大了 今天这样的冲突已经不能解决了 所以作为胡锦涛也好 温家宝也好 他就想说 我只要安安稳稳的下来 别出事就完了 我下来之后 也别让我出事就完了 否则的话 他们干嘛把自己的儿子变成外国人 包括今天的江泽民的孙子都是外国孙子 他自己当爷 当爷爷这辈的 都把自己的孙子给卖出去了 卖成美国孙子 是美国籍的孙子 大家就想吧 正是这批人 大声疾呼 说要爱国 要为自己的祖国献出一切 多么的丑陋 多么的不是人 文章也提到说 今天中国社会最典型的问题 包括两极分化现象 越来越严重 而国企的权力过大 也是因为当局担心 可能会破坏现有的 已经很脆弱的社会平衡 而推迟18大领导层 换届之后 可能会着手解决 国企的权力为什么大 掌握国企的这群人 全是党的领袖的儿子们 而他们又是说是国家的企业 所以就应用了我这句话 我曾经说过一个俏皮话 如果你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又是以国家的名义 而你呢 却是党的领袖们的儿子 那你不就等于是你们的媳妇怀孕了 装孙子玩吗 过年了 我们在过去的几期的节目当中都提到 在大陆也好 在台湾 在香港 人们都愿意上庙里去烧香 有些人去抽签 希望自己来年得到好运 来看看 预知一下 到底来年我们会怎么样 龙年自个会怎么样 那香港的政府本身呢 也有这种类似的习惯 去抽签 来预知一下 来推测一下 这龙年日子好过不好过 年年如此 这其中表现出来是人内心当中 人的灵性的一面 与神佛沟通的那种依赖性 苹果日报有篇文章这么说的 车工 灵迁 谢玄机 特首选举 神鬼不分 昨天是大年初二车工弹 那相议局的主席叫做刘黄发 按照传统到沙田车工庙为香港求签 踏入龙年 特首战选激烈 车工以第二十九签 中签为香港人指路 而签中有两句话是这么说的 何为邪鬼 何为神 神鬼如何 两不分 那后面他解释讲说 发书也直言 与特首竞选相当应景 其实你在我看来呢 他说的很清楚 何为邪鬼 何为神 神鬼如何两不分 今天中国的社会当中 今天正常人生活的环境当中 神鬼不分了 人没有能力去分辨神鬼了 人只注重于自己的利益 而在特定的2012年龙年抽出这样的签 跟西方的文化当中 跟玛雅文化提到2012的说法 净化的说法 人类进入全新的一个社会 是真正应景的 人不知道什么是邪鬼 人不知道什么是神 人们只知道自己的利益 谁给自己的利益 就当成神明 但是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 一个贪婪 一个色欲 一个放纵 这些总是跟邪恶的鬼魔挂在一起的 握有权力的人 掌握钱财的人 利用自己的权力 获得钱财的人 扭过脸来到庙里去烧香 这些人就是在鬼魔的驱使之下的行为 而另外善良的人 人们正常信仰的人 包括人们对真善忍信仰的人 却遭到其他的人 握有权势的人的迫害和不理解 什么叫神鬼两不知啊 什么叫神鬼两不分呢 在现今的社会当中 你俩眼看着 明明看着什么是正的 什么是邪的 你都没能力分开 所以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这个签是给所有今天中国人看的 这个签是让今天中国人要明白 握有钱财的 能够随意找女人的 放纵自己欲望 那就是鬼魔 约束自我的 一个人能够以真善忍约束自己的 那真的 他在人中你看起来是个人 但他的境界可能真的是像神佛的境界一样 这就是我对这个签的看法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